9月1号,孟哥再度接受媒体访问,谈到其子李某和另外4名同案犯,他称被5个孩子的陈述所感动,并且曝光了与李某的书信内容。 庭审陈述中,孟哥称被5个孩子的陈述所感动,15、16岁的孩子因为天真做了错事,并且提出是因为被害人杨某主动挑逗,引诱5个孩子才发生了不好的事情,作为成年人是有责任的。 孟哥还呼吁律师,应该本着自己的良心,用真诚捍卫正义,忠于法律,忠于司法,让司法回归到正规的轨道上来。 此外,孟哥称,李某本质善良,忠义也热爱学习,还曝光了这些日子和李某的书信内容。 妈妈,我现在知道18岁前为什么需要监护人,因为我们的心智不全,我们不分善恶,分不清准确的是非。 在我的这件事情上,我清楚地认识到我错了,因为我做了一件自己并不是真的做了的事情,因为我的本意只是和同学在一起聚会一下,我的真诚是表达了我对他们的这份忠义,我很珍惜友谊,很珍惜同学对我的友爱。 我没有别的想法,也没有别的目的,就是想和大家聚一聚,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事情,错在不该参与,错在不该轻易相信别人。 蒙哥称,其实在他心目当中都是朋友,他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发生成这样子,因为他的本意当中,主观意识当中就是吃饭,唱歌,喝多了。 当去酒吧的时候,已经摆了28瓶啤酒,经理张某已经摆好了酒,还有张某拿出的半瓶,打开盖子的黑方酒,当时在那里玩的时候,只是一个本真的游戏,谁输谁就喝。 另外,李某案同案犯罪律师李在科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对判决结果做了个人预测,他称李某的判决结果不确定,也有可能无罪,但是对其余四人,综合预测张某小魏三年以下有期或缓刑,大魏五年以下有期,王某八年左右。 搜狐视频,娱乐播报,整理报道。